网上留传一段述 微信里 和话 大概是一个 应该叫忏悔书之类的东西 但是这个文案写的 看着就是乱七八糟 有点不太像是这个女律师之手 而这件事情是说的 上海的一个律所的律师 爱上了他的领导 这个成为小三 而可能最终呢 这个事情 这个败露 对这个有关利益相关人 把它写出来 发到这个工作群里面 发出来毁掉他的名声 那其实这件事情说起来 真的很让人无语 私生活的事情 不要去打扰大众 没有必要 大家作为吃瓜群众 不应该把这件事情 当成一个大事来看 昨天还看了一部电影 讲的是居里夫人 这个放射性 放射性的这个 那居里夫人是大科学家 两次获得诺贝尔奖 但是在她丈夫去世之后 这个在单位出轨 这个事情呢 曾经也是她生活当中的一段污名 但是这就是云淡风轻啊 过去就过去了 到今天我们来评价 居里夫人的时候 不会以这个生活小节来评判吧 仍然是以她的伟大的科学成就 来评判她